近日上海商人藝術空間舉辦了金英美割展發布會 本次展覽展出了金英美畫家未發表的畫作17件和油畫24件 金英美在韓國國內被稱為韓國新表現主義畫風的畫家 他在技法上不過度使用變化和勉強 反而堅持表現粗笨的圓形 畫家在貓頭鷹、爐、老虎、鳥、牛等象徵性的媒介中 勾勒出人與人生的模樣 金英美曾在一次採訪中說到 動物是表現自我意識的好素材 並表示每日他在工作室的十幾個小時內 都是將焦點放在去尋找自我的本質孤獨 與存在內涵的疑問當中 他用華麗的色彩、強烈的畫面構造 以及動感的表現方式 對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間距提出疑問 本質展覽的繪畫作品 充分地展示出以畫家自身為中心的多種人生群像 觀者可以通過畫家的誠懇、尖銳的諷刺作品 重新體會到人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